2022年度农历春节假期 从1月29日起到2月6日止 共有9天假期 大量海外华人将在近期返乡团聚 但因Omicron新兴变异株感染扩大 知名旅行社提醒民众 注意入境旅客PCR检测报告 已经调整为两日内报告 并改以裁检日为计算基准 这是目前台湾在登机前 必须你要遵守的规定 第二点我们政府也有规定 你要做14天的隔离检疫 现在有所谓的7加7还有加7 就是说您必须在台湾 要自费住防疫酒店 之后您可以回到亲朋好友的家 但是你要有一个单独的住所 有单独的卫生间 这14天过完之后 你还要增加7天的自主管理 那所有的详情我们在这边最严 大家可以到中央疾病管制中心 也就是我们卫福部的网站 去看详细的资料 加上目前依旧有入境旅客 检疫14天规定 有任何赴台计划的民众 都需提前预定好检疫旅馆 或集中检疫所 且在所有资料都准备妥当后 登机前48小时内 还要记得填写入境检疫系统申报 并且留存申报成功截图 否则无法登机 且因疫情难测 提醒旅客搭机前 仍要再度确认最新的防疫规范 东森讯文团队洛杉矶报道